八次漏判 两次错判 快船队胡人队同层得比战的判罚 你感到满意吗 大家好 我是王世角 胡人队最后一节逆转21分 客场战胜快船队 获得同层得比战的胜利 大笔分逆转让很多没有看比赛的朋友 认为是有外界因素干扰导致的 本期内容 我将对本场比赛的所有判罚 以及漏掉的缺乏进行整理 来看一看裁判员的判罚 是否对比赛的结果产生的影响 话不多说 开始今天的解析 比赛进行到第一节开始 巴春蕾接球打板 快船队科飞左手压到巴春蕾的左手臂上 犯规嫌疑 裁判漏吹 最后快船队泰斯转换中上篮 詹姆斯右手切球 挂在泰斯右手臂上 犯规嫌疑 裁判漏吹 快船队曼恩上篮 詹姆斯断球打到手上 裁判吹罚犯规 从回放看 右手接接实实打到左手手臂上 吹罚是正确的 比福斯突破 科飞前顶发力 被吹阻挡犯规 正确 随后 曼恩在湖顶处 被吹阻挡犯规 这个球作为裁判的托尼兄弟 很可能是认为 双方在发生身体接触时 曼恩最为防守方 双脚没有提前站定 身体接触后 右手有持续性的拉拽动作 以此吹罚阻挡犯规 其实我认为 这个球的吹罚还是有点严厉 因为曼恩身后 还有两个随时补防的球员 但是我们可以将这次吹罚 作为本场裁判吹罚尺度 作为参考案例 泰斯被断球 戴维斯的切球很干净 裁判没表示 合理 莱恩纳德三分球出手 发出雷缝盖时 指尖碰到投篮人的胳膊上 三分投篮犯规 吹罚也没什么问题 詹姆斯传给前场戴维斯 曼恩拉拽戴维斯的球衣 被吹犯规 吹罚正确 但问题是后面的追加处罚 这个球裁判回看 是否属于过度犯规 NBA由于在2022年 新增了和国际篮联 C3判罚相似的快攻中 冲人不冲球的犯规处罚 这个球 戴维斯已经处于 快攻转换最前端的一个人 曼恩的这种拉拽球衣动作 符合这种犯规的吹罚标准 我认为是可以吹罚过度犯规的 也就是说 胡人可以一发一致 但最后这个球还是不了了之 是有错判嫌疑的 比赛继续进行 莱恩纳德迎着巴春蕾和李普茨跳投 巴春蕾的手 戴维斯表示质疑 有漏吹嫌疑 戴维斯抢锻上篮 塔克回追时 升起前顶发力 撞到空中的戴维斯腰部 被吹犯规 吹罚没什么问题 下个回合 莱恩纳德持球内切投篮 替换巴春蕾的普林斯 继续抽而战 消耗莱恩纳德 防守时向前发力 主动造成接触 弹开莱恩纳德被吹犯规 吹罚了没问题 不认为进攻 塔克和莱恩纳德 防守戴维斯时 无论是塔克还是莱恩纳德 手上都有动作 裁判没有表示 有漏吹嫌疑 随后泰斯上篮 骗起戴维斯起跳 最后打到泰斯手上 被吹打手犯规 很明显的犯规动作 缺乏正确 普林斯抢到篮板 篮板球保护的非常不好 被威少干干净净的抢断 随后戴维斯登打普拉姆利 被吹进攻犯规 从回放看 其实普拉姆利的脚下 并没有提前站好 如果戴维斯正常运球 向前突破是没问题的 即使普拉姆利倒地 戴维斯也不会 涉及进攻犯规嫌疑 问题是戴维斯 最后右手臂前肢这一下 延长手臂的进攻犯规动作 被裁判抓到 所以从这个动作来说 我认为裁判的判罚 是没问题的 如果没有手臂前肢的动作 吹普拉姆利的主打犯规 也很正常 下个正硬球 哈登后撤不三分 雷迪斯封盖时 哈登倒地 哈登索要犯规 裁判没有表示 从回放看 由于角度和画面不清晰 也没有更近距离的回放 所以无法判断离日时 是否打到哈登手上 但哈登脚下前身和手的前压 是超出自己正常投篮范围的 裁判很可能认为 是哈登自己的主动前身躯体 所以没吹犯规 最后第一节最有争议的吹罚 是詹姆斯在威绍和塔克 包夹下投篮配吹二加一 从回放看 威绍在詹姆斯转身后 确实有拉拽球衣动作 但裁判吹罚了是塔克犯规 我们来看塔克的位置和身体 在詹姆斯投篮时还没起跳 塔克就已经在原地起跳 所以防守球员不存在A到B的问题 同时手臂向上伸也没有前压 落地时也是在起跳的位置 最主要是他的位置是在受限区外围 所以这次主动腰部的接触 是詹姆斯造成的 并不是防守人造成的 防守人并没有犯规的动作 所以我认为这次吹罚是可商榷的 两分球打进是没问题 但这个二加一显然是个错犯 最后五秒钟 快转队底线球 威少快速突破 迎着詹姆斯上篮 被詹姆斯干扰下 最后被梁纳德点进篮框 这个球有两个争议 第一个争议是威少上篮 詹姆斯封盖时 篮球是否碰到篮板 从回放角度看 大概率是碰到篮板后 詹姆斯才碰到球 所以这个球如果在这个阶段 判罚是干扰球 快转队得分有效 在裁判没有表示的话 就要看梁纳德接触球的时候 一时间是否走完 很明显还有时间 二根据NBA的规则 球是否离开篮框的范围 但从正面角度看 很明显球还沿着篮框在滚动 和篮框在接触 所以梁纳德的这次补篮 也是干扰球 最后从裁判的回看 也没有具体的说明 到底是哪种情况 所以一旦裁判认为 詹姆斯不是干扰球 后面的判罚就是错判 这是一次教科书式的证明判罚 比赛进行了第二节 威少的变向上篮 造成犯规也没什么可说的 哈登突破 雷德时下肢前挺撞开哈登 犯规缺乏正确 詹姆斯突破 威少第一步前挺发力 被去阻挡也没什么可说的 虽然威少在争辩 但这个球和雷迪斯之前的犯规 动作没有什么区别 哈登欧洲不突破 无人对海思被谎于 手臂下压打到哈登胳膊 被去犯规 哈登没有停下脚步 二加一打成 随后詹姆斯追帽被吹干扰球 都回放看 确实先碰到篮板 吹发正确 不得不说 这场比赛的两次追帽 都出现类似的问题 年龄确实给詹姆斯带来的影响 但是也已经很强了 雷安纳德上篮 李布斯迅速的站在收钱区外 原地起跳分盖 这个球其实双方都很危险 在空中上篮时 脚下发生接触 如果严格的说 雷安纳德膝盖前身不自然的动作 我认为是可以去进攻犯规的 但最后裁判也没有表示 哈登再次用重返巅峰的状态 骗到巴春蕾的打手犯规 上半场哈登的状态太好了 仿佛回到火箭时期 那个无所不能的进攻剑刀 下半场开始 哈登持球 李布斯脚下横向移动 但上半身前挺发力 同时左手搂抱动作 涉嫌犯规 裁判没有表示 讲断后不仍进一步缩小比分差距 随后 梁纳德上篮被吹征球 这个球很多人会搞清楚状况 简单说一下 假设梁纳德上篮没有离手 即使戴维斯碰到球上 梁纳德带着球落地 就是走不为例 如果球离手 被封盖后调回手里 梁纳德的20头篮是有效的 所以即使通过回放 裁判也没有好的角度 确认球是否离手 根据NBA的规则 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 最后用征球来划分球权 所以最后的判罚是可以理解的 那这样上篮 被打手犯规也没什么可说的 梁纳德突破 被吹进攻犯规 从回放看 他确实有手臂延伸动作 如果这么吹 无可厚非 但问题是前面能看到 詹姆斯有加力的动作 所以严格来说 这个球梁纳德有点怨 威绍被吹拉人 吹罚正确 第三节还剩下5秒 裁判缺乏 普拉姆毕主打犯规 这个就有点勉强了 从回放看 双方都有移动的动作 和手上的对抗 不能说谁的肢体夸张 就吹谁吃亏吧 所以裁判最后 白白送给胡仁队两次罚球 我觉得这次判罚 也是可上阙的 最后李富斯的主打动作 很标准 吹罚没什么可说的 快拳队98比77 领先21分 进入第四节 拉塞尔上篮 防走球员腿上有前挺动作 被吹犯规 吹罚正确 威绍曾抢篮板 巨大的身高差距 指弄拉人 途当海思 被吹犯规 也没什么争议 威绍和詹姆斯争球时 威绍脚下动作 阐倒詹姆斯 被吹进攻犯规 缺乏没问题 哈登刺球突破 注意詹姆斯 提早站好位置 双手保持的动作 很规范 哈登撞找的詹姆斯 如果严格注意 哈登撞人犯规 是没问题的 但裁判没有理会 威绍接到哈登的传球 三分投篮不中 布达姆利的上篮 被布林斯 打到胳膊上犯规 缺乏正确 布达姆利盲目的带球 被胡言队雷迪时 干净的断走 随后他再次犯错 再次被抢断 詹姆斯连续得分 底分追回到还剩下五分 随后詹姆斯被吹 防守端放轨 也没什么可说的 比赛进行道 还剩下4分15秒 比分还差2分 莱安纳德出现致命失误 回放看 球确实是从莱安纳德手中 划出的 裁判判罚 快船队出界 判罚正确 詹姆斯三分球不中 赛姆斯抢到前场篮板 失去身位的哈登 背后推了一把 被锤犯鬼 我认为锤罚没问题 赛姆斯罚球比分追平 哈登前场发球 再次出现失误 自己发到界外 哈村磊一次三分 一次上篮 将比分拉开到5分 这个时候 想起让哈登持球 显然已经晚了 气势完全打出来的 胡人队 人人手热的发烫 莱安纳德上篮打进 比分还差2分 在莱安纳德看守下 詹姆斯上篮不进 下个回合 最后一攻 詹姆斯成功 防下了莱安纳德 并助攻雷迪斯 反击打进 比分差距拉到4分 锁定上局 回顾本场比赛 第一节比赛裁判的哨子 比较紧 虽然漏了一些犯规 但对双方的动作起到了警示 合规犯效果 有了第一节的吹法尺度 双方球员的动作也开始收敛 在后三节比赛 无论是哨声频率 还是错判漏判的情况 都发生了比较少 而且这些犯规对双方来说 都没有明显的偏瘫和尺度不一的情况 胡人队第四节的逆转 首先是快传对自己的问题 领先21分后 大量出现无畏的失误 给胡人队大量的转换机会 同时打法不明确 没有将球权 让给哈登和莱安纳德 更多的去处理 而反观胡人队 凭借詹姆斯超级的发挥 让全队最后10个都找回手感 最后成功拿下比赛 这场比赛中整体上 我认为裁判的缺乏是很好的 通过前期的严厉和大量的沟通 断断比赛的流畅性和观赏性 让球员变成场上的主角 而不是裁判 视频的最后 你认为本场比赛裁判的表现如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我是王视角 我们下期见